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揮部通報稱 確診者為一名60歲跨境貨車司機 長期居住在香港 每天往返於深圳香港兩地 主要運輸供應香港的水果 11月29號 該司機輕微咳嗽 但他自行服藥 沒有就醫 30號上午 他從香港入境深圳 文景渡口案時 接受例行核酸檢測 初篩結果為陽性 12月1號凌晨 深圳市疾控中心附和 結果還是陽性 經調查 該男子入境深圳後 曾在海吉星農批市場 龍港區平湖街道白泥坑社區 羅湖區龍園院小區等地活動 當局要求這些地區的所有居民 進行核酸檢測 不得擅自出行 海吉星農批市場員工告訴新唐人 海吉星市場部分區域被封閉 市場內所有人員都做了核酸檢測 結果是昨天這裡已經封閉了 我們昨天啊 全員都合法檢測了 今天還有啊 結果已經大部分都出來了 沒有啊 其實人是隔離 現在在檢測啊 今天是第二天 昨天檢測的都是陰性 他只是貨車司機啊 他只是從那邊過關了之後在餐廳吃飯 他又去了海吉星 當局稱 已確認密切接觸者11名 密切接觸者的密切接觸者41名 這52名重點人員已被集中隔離 清潭的記者長春 陳潔 中原採訪報導